曾经的光明之子,曾经带给人类巨大灾难的死灵圣法神亡灵天灾,一来可思,他去了。 但在他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时,终究还有一人为他送终。 彩儿跪服于地,早已是泪流满面。 相比于男人,女人要更加的感性,此时的彩儿已经完全忘记了这正在走向虚无的, 乃是曾经给人类近乎致命打击的亡灵天灾。 他只知道,就是这早已死去,只剩下灵魂的一代天骄,拯救了自己的男人。 美龙好神重塑心脏,令他们能够继续地在一起。 无论一来可思曾经做过什么,此时的彩儿都因为他的魂飞魄散而伤心。 一来可思一生坎坷,但他化作虚无时却显得异常开心。 终究还有一个人会因为他的死而伤心。 对于普通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对于一来可思,却是那么的珍贵。 净化足足持续了半个时辰,整个空间才渐渐地平静下来, 只有那无数充斥着纯粹的能量白色光点在空中飘荡着。 丁的一声轻响,死身镰刀悄然落地,也将彩儿从伤感中惊醒过来。 他下意识地一步跨出,将死身镰刀握在手中,消失的不仅仅是一来可思的灵魂, 丢脸之前那纯金色的棺材也随之消失不见,甚至没有再给他留下一丝气息。 当彩儿手握死身镰刀的那一刻,奇异的感觉便传遍全身, 导致觉着在自己的生命中似乎是多了什么,而这份奇异正是由死身镰刀传来的。 永恒之塔散发出的气息比以前柔和了许多, 更是纯净的在没有半分的死亡气息存在, 周围的一切也都变成了白色,而不是原本的金色。 伴随着彩儿的每一次呼吸,永恒之塔都像是在回应他一般, 在轻微地波动着,那是血肉相连一般的感觉, 似乎着永恒之塔本身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神奇认主,彩儿立刻做出了最准确的判断, 因为同样的情况他经历过一次, 而那次就是他与轮回之剑第一次融合时的感觉, 只是当时的轮回之剑要比现在的永恒之塔霸道得多, 远没有那么的柔和。 伊莱克斯,不愧是天才中的天才, 以一技之力对抗整个大陆人类的恐怖强者, 只是凭借此身镰刀与彩儿之间的联系, 他就完成了永恒之塔与彩儿的认主, 完全可以想象, 生前的伊莱克斯会强达到怎样的程度, 就算是魔神皇, 也要比他逊色。 死身镰刀似乎也随着伊莱克斯的进化, 出现了一些奇异的变化, 原本漆黑的本体在周围白色的映照下, 散发着幻蓝幻紫的色泽, 少了几分霸道, 却多了几分奇异的高傲。 手握死身镰刀, 彩儿站在那里久久不语, 在他心中始终回荡着伊莱克斯的故事, 还有他临去时那份滔天的狂傲。 老师。 彩儿难难地念叨了一句, 下一刻, 转身看向了早已陷入深度冥想中的龙好尘, 淡淡的金光从龙好尘的胸口处散发出来, 散播到他全身的每一个角落, 然后再缓缓地回收。 他整个人已经沉浸在了这份静修之中, 但生命起息, 却已经完全处于稳定中。 伊莱克斯的出手已将他彻底地复活, 属于亡灵法师的那份神奇, 不仅是令人叹为观止。 没有立刻在龙好尘身边坐下, 财儿意念一动, 下一刻, 已经出现在了永恒之塔的第六层。 他现在, 已经是这里的主人, 无论如何操控永恒之塔, 都只需要通过自身的意志, 便足够了。 对于周围变化, 早已震撼无以附加的光之陈希丽魔团的众人, 都在艰难地等待着。 空气中的白色光点, 虽说充满了纯粹的力量, 但这里是永恒之塔, 在不知道确切发生了什么事之前, 他们根本不敢贸然地吸收, 更何况, 对于他们来说, 更重要的是龙好尘和财儿的安危。 两人现在是生死未卜, 他们又怎么能静下心来去修炼呢? 彩儿 彩儿的突然出现, 顿时引起了众人一片惊喜的欢呼, 王源源是第一个冲上去的, 一把把她抱住, 其他人也都纷纷地围上来, 陈婴儿更是抱着彩儿放声痛哭。 彩儿攀登通天路的一幕, 在他们心中留下了太过深刻的烙印, 那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情感了, 他们永远又忘不了那三道血痕在通天之路蔓延的一幕, 更是忘不了彩儿那血色的长裙, 被王源源和陈婴儿拥抱着, 感受着伙伴们那灼热的关切目光, 彩儿早已没有了原来的冰冷。 我没事, 让大家担心了。 那团长呢? 他也没事。 此言一出, 众人先是待着了数秒, 紧接着, 欢呼声顿时响彻了永恒之塔的第六层, 尽管财儿刚刚出现的时候, 他们就预感到龙好尘已经是平安了, 否则他不可能如此轻松, 更没有带着龙好尘的尸体。 可当他亲口说出, 龙好尘已经平安的时候, 众人压抑的情绪, 还是不禁如同火山爆发一般喷了出来。 这一群人类年轻一代的天骄之子们, 此时就像是孩童一般兴奋地雀跃着又蹦又跳, 他们的团长竟然是奇迹般地复活了, 他们的光之沉迹又有了灵魂, 又有了精神之柱, 更是重新迎回了他们最好的兄弟。 财儿的泪水也是不自觉地流淌了出来。 谢谢, 谢谢你们, 能有你们这群兄弟姐妹, 是我和好尘最大的幸运。 财儿, 你这可就说错了, 我们是一个整体, 别把你和老大摘出去啊。 真是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快说说, 到底是怎么复活的? 原来死了, 真的能够再复活呢? 这亡灵法术也真是神奇啊。 财儿当然要和伙伴们分享龙好尘复活的过程, 于是呢, 他就将自己登上通天路之后 发生的一切, 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 听着, 伊莱克斯的悲惨遭遇, 原本缺远, 兴奋的众人, 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这位死灵圣法术, 亡灵天灾伊莱克斯的经历, 实在是太惨烈了。 同情之感, 不则觉得, 出现在他们心中。 老师终究还是醒悟了, 他净化了自己的一切, 也就净化了所有的罪恶。 不论怎样, 他都永远是我的老师。 永恒之塔内留下的这些纯净能量, 乃是老师自身净化后, 以及永恒之塔被老师抹掉智慧所产生的, 都是最纯粹的力量。 大家努力牺牲, 我们就在这里暂时先住下来, 直到将这些能量全部转化为我们的灵力为止。 一件超神器降低为神器过程中释放的能量, 应该可以令我们的修为产生长组的进步了。 在魔都突袭星魔神的任务失败了, 更是令他们险些失去了团长。 来到永恒之塔, 他们更是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 才终于复活龙好尘。 现在,提升的机会终于是来了。 采儿大笑一挥, 白光闪烁, 下一刻, 众人已经一同出现在永恒之塔的第七层。 第七层是永恒之塔的核心所在, 所有的能量都能够抽调到这里, 而且采儿也要让伙伴们亲眼看看复活后的龙好尘。 当众人看到潘西坐在那静静修炼的龙好尘时, 却是再也发不出欢呼之声, 泪水不云而通地流下, 光之沉吸终于是重新的团聚了。 他们自行地围绕着龙好尘盘西坐下, 好不容易才平复了心情, 开始修炼。 冥想才刚开始, 每个人又都被深深地震撼了一下, 那看似柔和的白色光点, 才一吸进体内, 立刻就产生了强烈的变化。 精纯的能量, 无论与什么属性的灵力进行融合, 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融合的过程, 根本不需要经历排除杂质的过程。 众人的灵力在这份吸收的过程中, 带惊人的提升着, 和众人有所不同的是彩儿, 彩儿吸收的不只是永恒之踏内精神的能量, 同时还有在胸口处永恒旋律内, 依赖克斯留下的纯净死亡能量。 死神又可以称之为是净化之神, 死神的力量就来源于对怨灵的净化, 而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没有比 依赖克斯再强大的怨灵了。 当依赖克斯用死神镰刀这柄净化之刃 将自己净化后, 甚至导致了死神镰刀的净化, 但死神镰刀本身与彩儿就是一体的, 彩儿把它收回后, 才刚一开始修炼, 死神镰刀立刻对彩儿进行反补, 庞大的净化之力, 涌入彩儿体内, 汇合着他自身的灵力, 吸收着永恒旋律的死亡气息 和永恒之塔内的纯净能量。 几乎是一瞬间, 就将彩儿的内灵力推到了 奇迹巅峰的程度。 彩儿的精力已然足够丰富, 积累的底蕴也早已足够, 根本不需要他自己做什么, 胸口,额头, 小腹的三大灵窍已经完全充满, 随后, 双肩,双骨, 瞬间各自出现一个灵窍, 将灵窍的数量直接提升到了七个。 之前远未吸收完毕的庞大灵力, 顿时以惊人的速度蜂拥而入, 向着四个崭新的灵窍中注入, 从这一刻开始, 彩儿的修为便正式地提升到了八阶。 其他人的提升速度 虽然不像彩儿这么快, 但和他们平时修炼时相比, 已经是足够的惊人了, 几乎灵力每运转一周, 都会有所上涨,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过令人兴奋。 大家都知道, 这种机会一生中恐怕就只有这么一次, 自然会全力以赴, 尤其是自知与光之尘西里魔团 差距极大的段翼和杨文昭, 更是拼了命地修炼。 一时间, 永恒之塔已经是完全地安静下来, 正因为这份安静, 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修炼中, 没有人看到, 龙好琛身上也同样开始出现了奇异的变化。 永恒之心入体, 填补了龙好琛的心脏位置, 庞大的光元素柔和地在他体内 重复着扩散与凝聚的过程。 当龙好琛的心脏被摩神皇击碎之时, 实际上他胸口处的核心灵巧也随之破碎了。 当时就算他能活起来, 一身修为也可以说是禁费。 永恒之心注入之后, 立刻就成为了沟通他体内其他灵巧的核心所在, 在那庞大的光元素扩张中, 很快就与其他的灵巧建立了联系, 将这些灵巧全部的沟通, 这样一来, 光元素才能顺畅地在龙好琛体内流动, 恢复着他原本的修为。 这个恢复过程进行得极快, 就在彩儿将他们经历的过程 将给伙伴们听的时候, 已经是完成了。 当龙好琛的灵力重新恢复到八戒以上, 他的身体就开始产生了奇异般的变化。 永恒之心实际上是一团极其纯粹的光元素, 其核心那是当初伊莱克斯的光明之子血脉。 龙好琛本身就是光明之子, 在与这数千年的光明之子血脉进行融合, 整个过程依旧出现了短暂的排斥。 比拼血脉力量, 龙好琛要比伊莱克斯强大得多, 毕竟伊莱克斯已经死去了数千年, 或许他的灵力不散, 他的灵魂之力更是无比强大, 但他的血脉早已枯竭, 他所提炼出的也只是血脉中最精华的部分。 因此, 在短暂的排矣冲撞之后, 龙好琛自身的血脉就被完全地激发出来, 并且将这股精纯的血脉之力融入自身。 在这种过程下, 伊莱克斯强大的能力就显现了出来。 血脉融合完成, 开始有大量的机体组织在龙好琛的胸口内不动着, 一个崭新的心脏正在生长的过程中。 麻羊感传遍龙好琛的全身, 也令他近乎沉睡的昏迷状态清醒过来。 龙好琛很快就发现自己身体上的变化, 胸口处传来的麻羊感简直比任何痛苦都要剧烈, 但他紧咬哑关, 苦苦地忍耐着。 他知道, 这个时候对自己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重塑心脏, 他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哪怕是最强大的光气浸中复活术, 也要在机体完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复活。 但伊莱克斯就是那么做到了, 而且这份奇迹正在他自己的身上上演, 如果在这个时候他因为麻羊感无法忍受而半途而废, 那么就算是有神敌降临, 恐怕也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了。 为了彩儿, 为了家人, 也为了所有的伙伴们, 龙好臣, 怎么可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呢? 潘西走到那里, 他身上几乎是在短短的机庙中就被汗水浸透了, 但依然是一动不动, 甚至连一丝声音也没有发出。 他能感受到彩儿就在自己身前不远处, 但越是这样, 他越不能让彩儿感受到自己所承受的痛苦。 他为了自己, 已经是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也承受了太多, 龙好臣实在不愿意再让他为自己担心。 这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